李大維城事件期間 大批市民為救被困在理工大學校園內的示威者 在油麻地與警方發生衝突 事後多人被控參與暴動 4月20日其中一宗在區域法院處理的案件 控方已不能完全避免同道著起底風險為由 再度要求為33名警員申請身份報物令 法官章傑而認為頒保物令可以保護警員私隱 沒有嚴重限制公眾知情權和傳媒報導自由 批准全部警員的一力命令 作供時可以使用屏障和特別通道 2019年11月18日理工大學一帶發生連串警民衝突 警方當晚在油麻地碧街附近拘捕了213人 一共分拆21單案件處理 今年4月12日 其中一宗涉及13名被告的案件 由區域法院、站委法官、鄉淑賢主理 當日控方一開庭 就為本案33名隸屬飛虎隊的警方證人 向法庭申請立命令 同時用特別通道出入法庭作供 申請理由是 飛虎隊需要執行特別職務 身份必須保持機密 鄉淑賢就下令任何人不可公開該33名隸屬飛虎隊 警方證人的姓名、警員編號、相片、住址、學術背景等資料 而在4月20日處理的案件中 6名被告分別是 歐玉廷、陳調熙、陳思朗、朱紹輝、梁家樂和梁柏熙 將會於5月3日開庭 預計審訊是20天 就這次33名警員再申請保密令 辯方並未有反對 法官張潔儀認為 無須以實體聆訊方式進行 改以書面形式處理 而在20日五間班下有關判詞 和一般判詞有別 並沒有交代控遍雙方代表的資料 控方指該33名警員駐守特別任務連 部分警員將會出庭作供 而其他證人作供的時候 或會提及警員名字 控方認為因為特別任務連的工作關係 隊員身份要高度保護 形容是 在社會安全的層面上 是有必要採取措施 如果洩露疏關警員身份 控方說會嚴重影響警員 和他家人的人身安全 控方又指 現在高等法院雖然有禁制令保護警員 但任何法規也不能完全避免和倒絕起底的風險 揚言有匿名令不會對被告造成審訊不公 也不會妨礙公開司法公義 法官張潔儀在判詞中表示 上級法院就起底的行為作出臨時禁制令 有可能隨時被撤銷或更改 現在他頒下保密令 可以獨立地補作有關警員的私隱 他又指免除作供時公開警員身份 可以避免證人和他家人受到不必要的滋擾和威嚇